我们这个送丝机的话安装就只需要用的工具 就是一个老虎钱 老虎钱等一下就是说 把这个丝这些弯的地方给它剪掉 给它剪直 一个然后要先找到你就是说 用多大多粗的丝 然后就用到多少的轮 我现在上的是1.6 1.0 1.0粗细的丝 那就找到两个1.0的轮 那个这个送丝轮 这样子的 那另外一面是0.8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送丝机上面的插头跟那个线 一根是电源线 这根电源线 然后这一根是动力线 插在这个送丝机的这个尾部这个开关这里 不用旋 插上去演示一下 别的别的你现在上丝吗 那个就不要那个就不要拍进去了 我现在那个操作员在操作啊 好 这个 现在就是说开始安装这个送丝轮 然后他这个地方是可以悬开的 是螺纹状的 这种螺纹状的 送丝轮是 还有卡扣的 就直接放进去 然后悬一下 它会卡进去 好 再把这个螺纹状的先固定好 好 现在就可以开始装装丝了 拿老虎钱把这些弯的弯的一定不能装 弯的装进去的话会卡住的 然后这个方向的话就这个方向 撕要在下面下面这样拉着转 并不能够就是说不能把它反 不能把它反向 然后把这个穿进去 先穿一个 然后它有一共有三道的 一共有三道孔的 全部都穿进这个孔里面 好 可以 看到这个孔里面之后 然后就把把这个轮锁住 锁住的话是这个那样子压下来 把它往上 往上这样锁紧 送开的话呢 把这往回推它就送开了 这样 好 然后尾部的这个 底座的盖子再旋转 好 锁紧这样子就 丝就换好了 然后就是说要出丝 让它从 从这个送丝管的最前面出 出来 出来的话就需要按着 按着那个送丝的按钮 一直按着 然后它那个丝就会慢慢慢慢的 往它送过来 那个稍微等一下 可能过程就是说稍微慢一些 你你按着呀按着呀 我一直跟他说呢 你按着没事 快来 快啦 慢它 它是慢呀 它是慢的 它还是一直守在那里的 等这个丝出来之后 就再把那个按钮给送掉 它有可能它那边的按钮 可能是需要一直按着的 也不一定的 因为有好几款这个送尸机 但是实际操作是几乎是一样的 还没出来 这个丝可以的 这个丝就送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安装到焊枪上面 等一下 安装到焊枪上面的时候呢 看一下焊枪初始的状态 一个有一个这个螺纹可以悬下来 然后把它套在这个丝 从这穿进这个环里面 然后螺纹 然后对 然后这个丝再放进这个导丝管里面 这前面还有一端 前面这一端呢 前面这一端就是说 它有可能丝 它这个口径 如果太细的话 它有可能送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 我们再手动的 先给它 涂抹这个口径 然后再给它上紧 好 撕就出来了 撕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 它位置对好 等一下 我来位置卡在这种 这个卡槽里面 这样子送丝就完成了 然后我来 让我们 那个 撕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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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送丝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反正再焊一下 这样子就送丝机就安装完成了 这样子就送不信就送司机就安装完成了 ям